刚刚我看到男嘉宾 就是给女生准备一个惊喜 就是我有注意到你的对话 说早上你有没有吃早餐 你有吃早餐 怎么没告诉我 我们分手吧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很顺畅 就是别人都不会把这种事情 当做惊喜 对 就是你很喜欢把我们分手吧 挂在嘴边呢 不 不是的 就是那天我想就是 不管他说什么 我都会说我们分手吧 然后他就会很纳闷 很接受不了 然后就是我在出现在他的面前 说我是来给你过纪念日的 就会有那种反差那种经济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这属于叫作过头 对 最后一个问题 郑琪 男嘉宾你好 那像你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现在又遇到了一个 像你一样作的女朋友 做出了各种作的行为 比如就像你说的动不动 随时给你吵个架拉黑这样子 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感觉你可以跟我吵架 但是你不要拉黑我 拉黑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做了 对 其实现在女生呢 她生气的时候把你拉黑了 她一定会留下电话号码 小红书还有类似于什么淘宝的 也有好友等等等等 有好多社交工具 你都会能有找到她的方式 就会带你来找到她的方式 她会让你来找到她的方式 就会找到她的方式 还有人和我 是什么东西 你能够找到她的方式 可是我会想和她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